今天是農曆新年假期 我們來到澳門這邊 下船的地方就是坎仔碼頭 出來的交通可以選擇的士或巴士 巴士有分幾個站頭 大家要看清楚去哪裏 就看看在哪裏搭車 雖然假期的人潮真的比較多 不過我看到的士的龍都去得快 今天下午不喝那麼多酒 所以叫了半渣 這個就是泡汁焗蟹 它說是有檸檬和巴士 這個是燒沙串魚 另一味是燒牛肋骨 兩樣都很香 今天因為是農曆新年 所以服務費就是15% 在餐廳吃完東西之後 我們就進去了聖方濟國堂參觀 裡面不是說是有很美的裝修的聖堂 不過簡簡單單在裡面騎肚子 接著就可以逛逛內街了 然後就可以逛逛來街了 在路環的小路 走到盡頭我們就看到有家廟香火鼎盛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農曆新年所以人們來拜仇 今天來到路環這裡 就去安德魯餅店買蛋撻 很多人排隊 我想都排了五分鐘 排了一陣子都買到那個葡萄 看看樣子 多漲卜卜新鮮出爐 就要11元一個 在路環市區走10分鐘左右 就會來到這個牌匾 叫做澳門媽祖文化村 好像要上山上面才看到文化村 大概好像走半個小時 現在進去看看 原來是有接駁小巴上去的 剛才坐了10分鐘車左右 就上到來這個叫做文化村的地方 它的景點就有這個天后宮 還有一陣子 還有一個叫做寶丁廣場 這裡應該就是天后廟了 因為今天年初三 所以還有很多遊客 在天后廟那邊沿著斜路走上來 就會看到這個媽祖像 然後我們就看到一條山路可以走下去 就試試找找到條路 沿著這條沙石路走下去 就應該可以去到黑沙海灘的了 在這裏向左就是回路環 沿途的指示牌都很相識 如果我們現在向右邊就是黑沙水浮江的公園 去回左邊就是路環 我沒有訂桌的夜晚 觀野街附近也很富 一出來就進了一間可以坐下吃的 不過就要6點9之前還桌 這間吃的就不是豬仔包 和一些好像白色的法包 這次呢 因為 因為 下午的時候喝了紅酒的香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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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真的有一塊皮在面子 在碼頭外面有很多架酒店的穿梭巴士 下車之後就要走一段路 進去哄仔碼頭 接著就在這裏進去 它寫說有個美食廣場 不過因為現在都晚了 所以可能都閉上了 如果大家未夠時間上船的話 就可以在這裏吃東西 買東西的地方都有 買船票就是這個位置 我現在前面這裏也有個旅行社 說買香港船票 即班不知道是否 原來即場買票都有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澳門半島那邊上船 很多時候都要買之後一兩班船票 澳門居民呢 如果想是去香港國際機場坐飛機呢 其實是可以在這裏搭船呢 直接過去那個機場的 登機櫃位呢就是這裏下面 這裏就可以做行李托運的 不過現在就剛剛沒有航班了 所以就閉上了 但是過了關之後呢 這裏就冷清很多了 店舖都沒有開 那他就提我們呢 由這個位呢 走過去上船 那個地方都要走 整五分鐘 那所以呢 大家就不要遇到這麼問了 首先呢 我們就在這個櫃檯畫了位了 那如果候補的朋友呢 就在旁邊排庫 這個等船的地方呢 都很大的 猜不到去呢 還有食物賣 那我飲品機這裏 那我們看一下那些食物的 看看先 咖啡那些就二十幾元 小食都是十幾二十元 那我覺得都算合理的 菠蘿油都可以吃 那裏另外就是那些燒賣魚蛋 飲品呢 還有自家製的 瓶仔奶茶都有 二十五元 如果大家喜歡今次的介紹 記得點讚、訂閱、分享和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